刚才呢香龙聊到了我们在今天讨论到的这个6万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薪资水准呢 因为这个人事行政局的官员他说这是属于中下阶层 那很多人可能听的呢就觉得难以理解 但是呢我们看到这自由时报他们登了一大篇 那在这个里面呢他们引用了行政院主计处的一个统计资料 那在这个资料呢他先下一个结论 他就说其实上班族呢平均一般的薪资啊就是3万6左右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图 那么这个图表呢他里面啊就把它秀出来 就是2010年受雇者月收入的急剧啊 那很快的讲一下就是2万以上3万以下的呢 大概有250万人以上占了31%的比例啊 3万以上到4万以下的呢 那么是占了大概26%左右也有212万人左右 也因此呢他告诉你说近半以上的劳工呢 其实他月收入水准是这样的 这一点我想其实宏威你可以来分析一下 那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来看 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对照之后呢 跟刚刚我们听到这个吴泰成 这位行政局人事行政局长他的话 一做了对照以后可能真的会让人就觉得听得很傻眼 其实我想吴泰成他当时讲了一个中下阶层因为那个时候是赵丽云在讲说如果跟新加坡比我们台湾的公务员的性质显然是偏低 他当时是用这样的一个议题在谈 那我觉得吴泰成因为他是人事行政局局长嘛 他当然就是基于本于他的这个职位想来来报报一下冤居说对啦 我们平均的6万块啊其实是不高啊 然后讲了一个中下阶层 那好死不死你就被民进党拿出来 那个立委拿出来质询 然后再加上这个自由时报又配合 然后再把那个一般的劳工薪资再加上这个再做一下 就变成说这个官员是不知民间疾苦 我觉得吴泰成他在议会里面打询 其实这就是我们提醒很多官员 就是你在那个即兴市的这个回答里面 你很可能一句话 甚至有时候你一个眼神都被人家拿来做文章 所以我们刚刚也在讲那个叶庆元那样的状况 就是我老实说我觉得现在官场的险恶 那个险恶是在于你很可能随时随地就变成 一个政党恶斗或者选举恶斗里头的工具 关不了真 我并不是在讲说吴泰成他讲的说 这个中下阶层是对的 但是我要提醒很多的官员 你很可能就变成这样的工具 那本来他今天这个讨论 说实在我们台湾的公务员的薪资 假如说你今天是跟香港比 跟新加坡比是不是中下阶层 我告诉大家是 我们台湾的公务员在亚洲四小龙里面是中下阶层 如果都是公务员 香港公务员起薪就六万块 香港公务员起薪就六万块 这个是我们平均的薪资 所以我说人事行政局站在他的立场 这样的回答 我不是说他适当 但是呢 他其实一旦被媒体或者是民进党的立委 在过度的渲染的时候就好像变成我们的官员 全部都变成是不知名间疾苦的 其实就是要营造一个这样的形象 那所以我老实讲啊 我们公务员的这个月薪 所以我也很一直在奉献我们这个公务员体系 在过去大家记不记得 观众院长提到说 其实考饼的时候 大家也开始群情激愤啊 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考饼啊 然后一旦这个3%的调薪 那么广大的劳工朋友就觉得 我已经非常的辛苦了 那为什么你们还要调3% 但是对很多公务员来讲说 我通通都没有调薪 其实这个其实台湾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我们现在很多公务员 反正他一旦考上这个高考特考 那他觉得他薪资也不是多高 然后他对这份工作也不是多有热忱 那整个的我们的行政效率也就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倒霉的 还是广大的这个劳工结局 因为其实我们在讲公仆公仆嘛 若坚公仆只是在混饭吃 然后只是在混着 我不要出事情 我最好以后就乖乖 就好好的退休 理退休金就好了 这样的一个行政体系 它基本上是没有一个效率 根本不可能作为一个火车头 那么其实马英九 他在昨天在视讯会议里面的时候 他也特别提到了 就是他知道他这个总统大选 其中有关于贫富差距的问题 失业的问题 绝对是他在整个总统大选里面 非常重要的主题和罩门 所以我也真的拜托 我在讲说政府 他不应该是一个选举的机器 但是政府你的火车头 你的领航者 他的方向是什么的时候 你其他的部门要跟上 你懂我意思要跟上 所以当人事行政局 他站在广大的这个公务员体系 在帮他喊冤的时候 你真的要非常小心 你在议会里面 所有可能你的无心之过 或者你一时口误 因为事实上没有人会去认为说 你今天六万块钱 是我们整个台湾社会 劳工阶层的中下阶层 这个绝对是不对的 但是我要提醒 就是说我们所有政府官员 拜托你们在回答的时候 要小心你自己会变成工具 那还有一个就是 在整个的行政系统 团队系统里面 你的老板 你的领航者 他的方向是什么 大家一定要跟上 对而且光庭其实 像现在这种要选举了 这个时候最敏感 对不对 你一讲什么话 那马上可能就会被揪出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 失言语录 这过去薛香川这句话 大家一定记忆犹新吧 在父亲节吃大餐很过分吗 还个拜托 那句话里面写上去 还有吴对一说的 无薪假其实应该得诺贝尔奖 引起名存说 股票上两万点 只是一句玩笑话 马上好是一句竞选口号 王若玄说 现阶段我们失业周期 只有26.1周 只有 毛治国说 无薪假族可以好好的玩台湾 公研院 开班教雇主如何规避 牢基法的心思设计 还有吴泰成刚讲的这句话 也是讲错话了 对你们这表 显然这篇幅很小 否则的话还有就是说 只有一点点而已 都是光路堵车的话 车窗摇下来说 大家拜新年号 新年号 然后走山 走山还说冰柜准备好了